雙方目前 這邊呢我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GNG的玩家 我比較熟 我看一下喔 比較熟 一點點啦 至少那個NuckNuck 這個是我覺得蠻厲害的戰毛玩家 然後還有 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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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後面我不知道怎麼唸 YAMA這個 這個也是 蠻強的一個重甲玩家 然後鄭座 鄭座也是一個蠻強的戰毛玩家喔 所以基本上 恩 SKE這邊我比較不熟一點啦 而且他們現在都是用編號 他們也沒有用那個 ID喔 所以我們就欣賞一下兩隊待會的表演 那今天也是一樣打燈周城喔 進攻方是GNG 防守方是SKZ 所以待會呢 我剛有提到ID的 玩家呢 你們都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他們的表現喔 我覺得應該都 會有一些精彩的 鏡頭 那應該是9點準時開始喔 我去找一下東西 數字做代號比較好指揮 是這個意思嗎 我不知道 不過蠻帥的啦 就蠻搞的 而且 我覺得用數字做代號呢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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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好處 就是 你比較不會被針對喔 因為通常 比賽是一定的喔 就 拿幾個玩家 可能打的比較好 或者拿幾個玩家 比較愛去做 做偷襲 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你都一定會被盯上 你包含我在玩一般工程的時候 我 我也會看到 如果說假設今天進去之後 我看到有幾個ID是我覺得比較強的 或者是有幾個ID 他比較愛去 單抓 或者是說 去繞背什麼的 我都會特別去注意 那今天呢 他們用邊他有一個好處喔 就是你 你的對手呢 他也沒辦法去 沒有辦法去 知道說到底 哪一個是哪一個 你知道嗎 其實有點搞 所以我們這邊期待 SKD的表現喔 一個蠻神秘的隊伍 是 有幾個 比賽在5秒 1秒後將開始 那我們就來拭目以待 就這一場我自己個人期待蠻久的一個比賽 看一下GNG在S13這個賽季當中能不能夠給我們一個驚喜 那首先GNG這邊有備而來 冰都已經配好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GNG這邊帶出的特殊兵團是蛋蛋兵跟沒有了嗎 防守方這邊呢 防守方全棋 真的假的 要來一波驚喜嗎 我們可以看到防守方這邊全部拉出了五星旗喔 那進攻方這邊呢 特殊兵團是一隊炮兵 步兵是中士 然後特殊兵團還有戰戰兵喔 步兵是有瓦蘭吉為主軸的步兵喔 裡面是一隊瑞士而已 那第一波呢全部都帶農民 哇 那我們可能要看SKE這邊刷起來囉 我只能說酷 真的這個會出其不易耶 其實在 呃 比較前面的賽季喔 燈舟城跟龍城關其實真的有這個打法 就我第一波呢直接騎兵衝出去 但是SKE他們是全部都是騎兵耶 呵呵 有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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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頭 有點看頭 我們看一下SKE這個騎席作戰呢 能不能夠 給到GNG一個驚喜喔 如果說今天拳起出去之後補給點踩完的情況下 的確是有可能把對方壓著打的喔 因為 呃 騎兵在前幾個賽季呢出了一個老爺騎喔 這個老爺騎的遠程輸出能力其實很強很強喔 所以如果說你被壓在復活點打的話 其實有點危險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波呢 SKE這邊選擇的是 呃 正門跟側門 同時做進攻喔 那GNG這邊 他們有意識到嗎 感覺全部的人都在換兵喔 那可能有意識到喔 我們看到GNG這邊全部的人 往補給點去走 準備換兵 喔 開始換槍兵了 哇 那可能在開局的時候有看到對方是騎兵喔 那SKE這邊小門衝出來 正門衝出來 正門這邊 第一波接戰的是 10號 10號選手帶上了他的 這個 匈牙力嗎 這是匈牙力嗎 還是老爺騎 啊 老爺騎喔 直接衝進去 補給點 然後這時候要開始跳捕喔 因為 可能GNG這邊還來不及 呃 補兵出來 那SKE這邊是 小門已經側包過去了喔 這補給點有點危險喔 這一堆農民 閩南俯勝 瑟瑟發抖喔 不過 GNG這邊反應非常迅速喔 看到對方 往補給點衝之後 都是馬兵 直接選擇 上A點去踩點喔 但是這個補給點呢 是被圍起來打囉 就跟古代在圍獵的概念是一樣的 但是SKEZ 好像馬兵的戰果沒有很豐盛耶 應該是說 GNG他們的反應太及時了喔 他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全部的人 往補給點去衝 直接換出了槍兵喔 哇 那這一波 SKEZ 是有點虧的喔 比賽時間來到 11分15秒之後 成功才下A點喔 這大概是 這季比賽以來 最快被下A點的登週成喔 但是SKEZ 絲毫沒有想要回家的意思喔 反正我就帶兩隊五星旗 我就直接在外面跟你們幹到完喔 那 本陣這邊呢 是已經開始在跳點了 我們可以看到 是有武將回去做防守的喔 紅方視角 這個視角沒有辦法去換武將 有點麻煩 那 GNG在第一波的會戰當中呢 是成功的守住喔 他們的補給點喔 不過SKEZ在另外一個補給點當中 也是不斷的拉馬兵在做騷擾喔 那雙方現在在 本陣外面做一個僵持 因為GNG剛才我們看了一下 他們帶的馬兵其實沒有很多喔 那就同我剛才一開始提到的喔 目前的五星旗 在老爺旗的加成之下呢 其實補給點要防守沒有那麼的簡單喔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是 用老爺旗去包圍對方 我們看GNG這個 玉琳標加旗能不能夠成功的 把老爺旗後面的 弩兵給反掉喔 比賽先來到13分55秒 目前雙方還在本陣外去做互換喔 我看到GNG這邊是成功的清掉了一對老爺旗的弩兵 那補給點的玩家也已經能夠騰出手來去幫忙做支援喔 這不然有衝到東西嗎 哇這不然成功的把玉琳標加旗也衝掉 但是武將要被收掉了 那接下來戰線應該會拉回到本陣喔 可是SKEZ這邊還有兵可以去打本陣嗎 我們看一下SKEZ的兵 他們還是一個全棋的概念喔 因為他們剛才都是拉二棋或三棋 所以待會呢也是一個騎兵的騷擾戰喔 目前時間是13分左右 那如果說要靠著馬兵去守13分鐘 其實是有點硬的喔 除非說有一些比較好的機會去切到後排 因為對方只要把槍陣給架起來的話 你的馬兵其實在登通城來說沒有什麼用喔 因為登通城雖然他大 但是因為他項戰太多了 所以你的馬兵呢其實有點難去找到一個很完美的輸出空間去做輸出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看一下SKEZ他們的主擊方式會怎麼樣去做布陣喔 目前來講的話他們是把兵團塞在小門這邊 然後開始起鐵砂準備做防守 不過他們的近戰兵團呢只剩下了農民兵喔 那輸出呢老爺起在第一波交光的情況下是管寧 剩下管寧可以做輸出 這一波出來是有換到一對瑞士的喔 能夠成功的把將給斬掉嗎 斬了一個斬了兩個 哇這一波有賺到有賺到 但是這投石車要躲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雙方在12分鐘的時候呢 在小門這邊進行了第二場的會戰喔 我們看到SKEZ這邊帶出的是大量的馬兵對上GNG大量的步兵喔 那基本上呢馬對部的戰鬥呢就要看武將了 其實你如果說馬兵打步兵呢 武將的素質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喔 因為你帶馬的那一隊他必須要有很強很強的斬將能力 靠著他馬兵的爆發力呢去把對方的武將給爆發掉 不然如果說你是兵團的戰鬥來說的話 馬兵一定是壯不贏不兵嘛 所以我們看一下SKEZ這邊呢 基本上呢人員全部集中在了小門這邊對於進捕做一個防守喔 右捕基本上是採取一個你要給你的一個狀態喔 他們可能應該也是看準了 GNG這邊呢他們的支援速度沒有辦法那麼快喔 而且正門的塔是還沒有被推爆的情況下 城門已經被關了 所以SKEZ呢反倒是不去擔心說 對方可能會做一個中路集結轉右捕喔 我們可以看到GNG把步兵往中間拉的時候呢 SKEZ現在也把他們的全部的馬兵都往中間去拉喔 其實每一張地圖呢在你一開局的時候你們仔細的去看 其實呢有些地圖都能夠看到對方的配兵 黑輪俠王呢是最明顯的喔 就一開始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對方B點有沒有人 進攻方跟防守方都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在讀取的時候呢 前面的那幾秒鐘呢都是細節喔 滿滿的細節 你們要好好的去看一下喔 那SKEZ呢在10分鐘的時候呢 決定不歸了喔 直接一波殺出來 殺了一個措手不及正門的正座直接被收掉 不過他們把兵全部躲在了城牆上 其實對於SKEZ來說也是沒辦法喔 因為他們馬兵也沒辦法爬牆 所以目前雙方呢是僵持在A點的這個部分喔 那SKEZ這邊是不斷的去抓落單的步兵喔 那這個新打法感覺好像是有點東西耶 那在第一波的突襲之後呢 接下來時間進入到了一個僵持戰喔 GNG目前不敢下城牆 那SKEZ呢他沒辦法上城牆喔 所以雙方就這樣耗著 但是這個消耗呢一定是對防守方比較有利喔 但比較慶幸的是啊 至少一開始才下來的時間夠多 目前還有10分鐘喔可以就做收縮 所以GNG其實只要調整好狀態 他們用不推的方式呢 慢慢的往右捕去推 我覺得是蠻有機會的喔 那SKEZ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SKEZ基本上他們目前的兵團 已經開始有一些農民參進來了喔 因為畢竟他們帶的是大量的五星旗 所以你能夠拉 第一個你能夠拉出來的步兵呢 只剩下農民 第二個你能夠拉的兵呢也只有兩隊 他們第一隊交在外面的情況下 現在應該很多人都只剩下最後一隊馬兵囉 所以這時候GNG呢 用不推的方式呢 成功的把馬兵給吃掉 然後要去拿右捕囉 我們看到GNG已經把中門給關起來囉 他們選擇城牆上完之後呢 把中門關起來 讓你馬兵要回來的速度變得比較慢一點 然後選擇全體人員在右捕做集結 這個右捕拿下來之後呢 接下來我覺得SK力其實有點 有點危險喔 因為他們沒有步兵去做點位的架陣 那包含著我們剛才一開始提到的 今天在登舟城這張地圖當中 你打到了裡面之後 這個巷戰呢對於馬兵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喔 因為不管你是官寧 不管你是玉琳標槍棋 還是你是匈牙利喔 你在撞來撞去的時候呢 你都很有可能在轉角的時候 突然落下了五隻十隻 你可能只有帶著五隻撞過去而已 你的威力就會少很多 就很容易被步兵給去夾掉 那還有很多比較陰險的槍 瑞士啊中士啊威尼斯 他就架在那種轉角 你走過之後呢走到一半 怎麼發現我後面我的馬兵全沒了 全部被捅掉了 所以GNG這邊呢基本上他只要穩穩的打進去 在本陣的地方呢 SKD基本上是沒有可以去做防守的一個方式喔 那GNG目前是鐵浮屠做先鋒踩上了 這個三合院嗎 這叫三合院嗎 反正就是踩上了這個破牆口 那SKD這邊呢其實有大部分的兵團呢 都已經變成是農民兵喔 甚至有幾個已經沒兵了 所以待會呢會是一個多打掃的情況 我們看一下SKD能不能夠靠著繞背的方式呢 去解決掉這個問題喔 那成功的在中路呢去抓到了一對 所以瑞士喔用兩隊官吟去硬扛他 然後這個這樣能夠斬掉嗎 那GNG其實也不管說你去騷擾我的屁股怎麼樣 我就不管你嘛 反正我前面的步兵兵團 只要團抱得夠緊 那你的馬兵自然而然是衝不過來的 那你要抓後面的一兩個落單 那也沒關係給你抓 我們可以看到比賽時間在6分20秒時候 GNG踩到了本陣 然後他們開始架器械了 已經開始架器械喔 往點內去推 中式往前面頂了之後呢 SKD這邊剩下老爺起可以去做壓制喔 兩隊的老爺起 但是這個老爺起放的位置可能有點不OK喔 這邊是會被投石的吃到的 那比賽時間5分50秒時候呢 GNG成功的往本陣內推了喔 我們可以看到瓦蘭吉跟中式瑞士往前頂之後 SKD完全沒有反場的手段喔 因為基本上馬兵衝進來都被槍兵給頂光了 這邊應該是回不去了喔 跟瑞凡一樣 那還有女武神在中間去給要台點的武將 一個驚喜 那這一把我們恭喜GNG喔 成功的反制了對方的奇襲戰術喔 可惜這裡不是污草 這裡如果是污草 這個量到就沒了喔 但是這裡是登周城啊 OK我們恭喜GNG成功奪下第一分喔 那SKD這邊 坦白說 一開始我覺得他們是來搞的啦 就是前幾次的比賽當中呢 也有那種就只帶馬 然後跟你玩的那一種 但是打到後面其實他們挺認真的喔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的 很認真去想的戰術嗎 我不確定 但我希望說第二把的進攻方 應該不能這麼晚了 應該會好好打 我們這邊恭喜GNG喔 那這一把其實沒有太多的東西可以去做討論喔 因為這個打法呢基本上是很少會有的啦 有的話也是那種可能工程開黑 我可能家族裡面12個13個排在一起講好了 我們帶馬兵去搞對方一波 大概只有這個時候呢會出現這個狀況 但 老實說我覺得也打得挺好看的啦 就至少在中間的時候呢是有一度僵持住 有一些碰撞跟火花的喔 那希望說這一把呢 SKL能夠去努力的拿下這一分喔 打入青海旺喔 因為這樣看起來SKL可能對自己的馬兵比較有自信喔 那就打進青海旺給GNG一個驚喜 除了剛才的驚喜以外 在青海旺再給他們一次驚喜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剛才GNG呢 一開始我們有提到嘛 GNG他是一個我認為蠻值得去關注的一個隊伍喔 那也確實 剛剛在第一波的時候他們通過 應該是通過運進的方式啦 不可能他偷聽到我講話吧 因為這個是有延遲的 他說運進的方式呢 去看到了對方帶了大量大量的馬兵喔 所以他們一開始呢 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人往補給點去做集結 然後把兵去換出來 今天如果說沒有意識到對方 這麼多馬的情況下衝出來 那補給點只要一倍踩到 基本上接下來就是大屠殺囉 所以我覺得GNG在這個意識的部分 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喔 那在第二波的反打當中呢 他們其實也沒有很急 就抱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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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的馬兵送的差不多之後呢 我再慢慢的往前推 用禪食的方式去進攻你喔 所以從此可以去看到 GNG其實是一個蠻穩的隊伍喔 那我們希望說待會呢 第二把比賽 雙方都能夠拿出精彩的表現喔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開始 哦 左上角名字還沒改 sorry sorry GNG VS SKZ 戰役做電競蠻好看的 其實官方一直想做電競阿 只是我覺得15打15的這個東西要做到電競很... 很難啦 很難啦 老實說 因為你光是要湊滿15個人去練習 就已經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了 你看那個英雄聯盟 從養個五人戰隊 你加上那些後勤 都基本上要花很多很多的資源去做精英囉 那何況你要養一個15個選手的隊伍 那其實很難喔 你說你耗費資源養出一隻兩隻 可能可以阿 可是你要讓一個聯賽打得起來 尤其是這種比賽方式的話 那你至少有個 10隊15隊在上面打吧 哇那個 很難很難喔 除非他忽然爆紅 比之前英雄聯盟更紅 那才有可能 不過官方也是慢慢的在 往這地方去前進啦 因為 從原本的CBL 沒有什麼資源 就你頂多只是拿一個稱號 到現在冠軍 我記得冠軍是1萬美吧 對不對 然後慢慢的獎勵也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如果說能夠把 這個賽事做好 做好的話其實還是有機會的喔 你們可以去 我記得我上次在Twitch 有看到一個 好像是美服的吧 南美服的 有一個玩家自主的 比賽群組 就是他們好像聯合他們伺服器 還是其他伺服器 一起做一個比賽喔 就是他們玩家自費去做那個比賽 那個弄得蠻好的欸 就包含他比賽的那個轉播印鏡都弄得還不錯 所以還是有 喜歡這遊戲去做 電競的群眾在的喔 所以就要看官方後續的經營喔 等一下呢 是SKD進攻 GNG防守 我們看一下SKD除了在防守的時候 有驚喜以外 進攻的時候有沒有驚喜 我想一下進攻要什麼驚喜 進攻有一個驚喜叫做 你看不見任何有生生物喔 就15個人全部換雙刀 全部隱身 然後給GNG 心裡最大的壓力喔 全部的人都抱團抱在一起 怕一不小心被5隻6隻7隻8隻雙刀砍 這個應該也是個驚喜 所以我們期待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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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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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搞 应该说 你真的要搞电竞的话 平衡性倒不是 最重要的啦 因为 就像 英雄联盟一样吧 英雄联盟 你还是有所谓的 哪只角色比较OP 哪只角色 可能就是人动库 还是会有 那其实 那其实以电竞的角度来说 大家都能够选到那只角色 那基本上大家的起跑点就是一样的哦 除非你说地图设计比较不合理啊 但是他的打法是 就是一攻一防嘛 各打一次 那其实这个也撇掉了 那个不合理的部分 只是我觉得就是 15个人 15个人这个问题还是很大 可惜没有新武器哦 我跟你讲 还好没有新武器哦 因为老实说 我自己 我自己目前啊 就是 这几天玩新武器 玩下来的感觉是 我觉得新武器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给我没有那么多的 激情 就是你一样可以 一样可以杀很爽 因为 他的技能组真的是太强了 但是杀很之后你会觉得说 干这个 我用脚丸都可以 就是 我用脚丸都可以打错这个操作了 大家都可以了 那就没有什么惊喜的点了 就像之前 就一开始那个长枪一样啊 长枪那时候一开始非常op嘛 然后 就是 有一阵子 因为我一开始就买了 然后一开始他是很烂的 然后我玩了一下之后 我觉得他很烂 我就没玩了 然后等到他变强之后呢 我回去玩了一下 哦 干他好强哦 强到大家都在都在用长枪 然后后面我也觉得很无聊 我也把长枪封掉了 我就去还其他职业 然后 就是我那时候就一直在讲说 干这长枪真的是有够扯的 做着有够扯 应该要那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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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有一个人跟我讲说 干那么强你怎么不去玩 在那边嘴 然后 好像隔天吧 我就开始练长枪 练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很无聊 就是每一场 你的破阵能力啊 你的斬将能力都很强 但是 他是 因为你的 武器本身就有点 就像你们讲的 他有点不平衡 因为武器的强度 所以你才能够导致你用的那个 你用的 成绩嘛 对我来说啦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 所以 我觉得弯刀 如果 没有改的话 可能 过个 过个 可能一个礼拜 过几天 我可能就 也不玩弯刀了 因为我觉得很无聊 但是 这个游戏目前 你不玩弯刀呢 你玩其他的 角色呢 又被 会被打成智障 我讲的是斬杀职业啦 就你如果去玩 额 战毛 你去玩那个 双刀 你都会被弯刀打成智障哦 那你就只能够去玩中甲了 14个配合我打 没有 那我讲 比赛这个东西呢 大家都是很认真的 去对待的 那如果说 不练习 去拖人家的后腿呢 那其实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哦 为什么他们这场这么久 哦 开始了 终于开始咯 OK那第二把 那GNG对上SKE的比赛呢 即将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进攻方是SKE 防守方是GNG哦 那上一把呢 SKE在防守方的时候呢 是给GNG一个惊喜哦 来个全棋 全棋作战哦 我们看一下进攻方呢 他们的打法会是什么 那先看防守方哦 防守方这边 掏出的特殊兵种呢 是一对炮兵 一对炮兵 然后大量的骑兵哦 难道是江湖人称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 这样的打法吗 哦没有 没有没有 我想说他们也要全棋出去 跟对方交流一下 OK 那他们带的特殊兵 是一对炮兵 两对蛋蛋兵哦 那进攻方这边 带出的是全五星兵哦 特殊兵种是蛋蛋兵 拿法 基本上是大量的五星兵啦 呃 什么都有 这个配兵呢 跟我们一般看到的 打法比较不一样 因为他们这边枪比较少哦 所以待会的交战当中呢 如果说城墙战的话 进攻方这边的兵团呢 比较适合打城墙战哦 但是在城墙下之后 他们的转点呢 各个路口都要非常非常注意哦 因为他们的瑞士跟 威尼斯好像只有一至两对而已 所以城墙下会比较怕马的部分 那比赛开始 我们先调一下视角 OK我们可以看到进攻方这边呢 他们带出的是 有炮兵吗 好像没有耶 刚刚没看到炮兵哦 那一开始的SKE这边呢 是采取全员呢 往进攻塔上爬 各个一座 用头十二方式呢 去控制住对方反塔的器械 那这边的话呢 应该会往前架一些炮吧 我看到SKE是在中兰这边 去架了旧炮要做反制 不过在这里架的旧炮 要去钓到上面的法兰西 好像没有办法钓到最里面的哦 而且甚至连最前面的 我觉得都有点难打 所以他们目的只是为了反原始期限嘛 不确定哦 那目前是起了两座的旧炮 那武将呢 也是不断的在城墙上呢 去丢头的时候 给防守方的原始器械去做反制哦 那这里的话 因为他们架旧炮的目的是 要去打掉这几座原始器械 但我觉得这样子耗费 耗费的那个器械素量是有点多的哦 就好比说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就你可以用法兰西的方式去打他 或者是像上一场ECL的方式 他直接用四个火箱去炸他哦 这些都可以去做学习哦 因为你这样子在这个中间一架出来 这四门基本上 他也没有办法去反到炮兵 所以他的存在目的呢 单纯只是拆原始器械 那其实是会有点可惜的 我们可以看到中塔的血量被控制住哦 这应该是上不去的 因为那个一窝蜂跟法兰西都还在 那右塔的部分的剩一滴被控住了 那比赛时间来到10分50秒哦 第一轮的塔呢 被GMG全部都反掉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GMG这边呢 小门是有一只关刀在做防守的 那SK力跟前几天的比赛队伍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们在左半部的这个区块当中 完全没有旧炮去做防守哦 他们选择把旧炮呢 撒在了中间这边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他这里的旧炮呢 单纯只是为了去炸原始器械而已 因为正常来说 要架法兰西呢 不可能架在中间这一排哦 太容易被拆掉了 可能武将爬上就直接被拆掉了 所以会往后架 会架在成躲的这两边 那这里的话呢 基本上这篮球是炸不到的哦 所以架炮的方式 我觉得位置上来说 可能可以更好哦 那右边这个旧炮呢 基本上是大家都会架的位置哦 OK 我们可以看到比赛时间9分50秒的时候 SKE这边是准备做一个 中路起洗吗 GNG这边选择把A点放掉吗 哇这双方的 你来我往呢 让我们看的云里雾里哦 我们看到9分半的时候 GNG选择把第一波塔都拆掉的情况下 他们把战线直接往后拉哦 去做一个 补给点防守 那目前SKE呢 因为塔没有上来的情况下 他们的打法呢 其实跟前天的BBYK打法有点像哦 他们被关在了这个中洞哦 那今天GNG如果说 有稍微的往前推的话 那这个口会变成 枪线的交接处哦 这边是有点危险的 我们可以看到 GNG这边是已经架上了法兰西 去做压制哦 但SKE这边也不少哦 他们进点之后呢 直接拉着他的铁浮屠往A点去踩 先把A点踩下来比较重要哦 不过只有铁浮屠上的话 要等一下后面的队友哦 那GNG这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器械 OK 他们其实也没有架太多的器械在城墙上哦 所以说他们的打法单纯就是 我先用第一轮的原始器械 加上几门法兰西 把你第一轮的车呢给反掉 去争取一下你的推车时间 那在后续的推车过程当中呢 你还是必须等到你的推车上 你才可能从城墙上来下来跟我倒 因为你这样子才有办法 把兵拉到我的面前 不然如果说只能够从中洞进来的话 会变成一个我刚刚讲的 那个交叉火力的方式 你会被打到抬不起头 所以比赛时间来到了11分50秒 成功的踩下A点 那目前SKD呢 那目前SKD呢是带上他们的兵团 从右边的楼梯上往下走 我们可以看到 SKD这边的兵团呢 带的是女武神铁浮屠配上中士哦 从右边进来 那GNG这边呢是有 进宗配上马尔他骑士 以及剑士兵团哦 直接往前面做一个接团 那防守方这边呢 是没有特殊兵团去做反制的哦 进攻方这边是有炮兵 双方在右边楼梯口做第一波会战哦 这炮兵不断的输出正面已经做接战的情况下 铁浮屠去打四星兵其实是很好打的哦 那我们要看一下 GNG这边的马兵能不能够起到作用 马兵成功的撞到了 背部哦 把SKD的战场给切割开来 前排的部分直接被做一个背集 第一波接战呢 GNG把SKD下楼梯的兵团都给吃掉了 但这炮兵还在持续的做出出哦 可是这个炮兵虽然说有在做支援 但是他们前排被吃掉的情况下 如果再不跑的话应该会被追尾哦 我们看到GNG呢 用反场的优势 马兵的优势呢 去把SKD的下楼梯的兵团全部给吃掉了 那接下来呢 继续往前面去做追击哦 GNGJERO已经在骚扰他的炮兵了哦 那这时候等到队友把武将给拉上来 基本上这炮兵都会不见 OK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波的会战当中呢 SKD虽然说有组织一波右楼梯 下城墙的一个进攻哦 但是直接被GNG给在中门当中给夹杀掉了哦 那这个打法呢 其实是登周城的 我觉得算比较进阶一点的打法 就是把人放下楼梯 在楼梯中间这边直接集结掉打掉 这是一个进阶的打法哦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是 GNG呢 他们选择的战术是游击战哦 就包含第一波在城墙上一样 选择打一波右楼梯之后呢 往后退 然后呢 接着我在中门这边 在打你一波冰准我再往后退哦 透过消耗的方式 让自己的有胜力量呢 能够去多换掉几队 那我们可以看到中路这边 瑞士没有跑掉的情况下 但是观影有被瑞士捅换到好几只哦 这是三星瑞士哦 所以这一来一往当中呢 我觉得瑞士是赚的 而且后续这武将是会被斩掉的 我们可以看到GNG呢 把他们的兵团呢往中间架 所以GNG等于说 把他们的防线做一个三等分的切割哦 他一层一层的去做防守 让对方的进攻呢 会采取一个断层式的进攻哦 不会一波直接往你的 本阵往你的右补去压 然后去创造自己每一波的多打扫的优势 我觉得GNG这边的节点做得很好 然后SK这边组织第三波的进攻 那摆在前面的是女武神跟大福哥 还有瓦兰吉瑞士铁浮屠 基本上是五星兵的高质量步兵都集结在这一团哦 那这一波相对来说是一个关键哦 那正面来说的话 正面目前GNG这边呢是威尼斯加上了进攻 其实这一波呢要打进去呢 不会太难 但是需要去防止的就是被背部被冲的部分哦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GNG不是GNG SK这边呢他们其实枪比较少哦 所以说要去反马的部分呢 得要有更多的武将去做注意哦 我们看到中路这边是被抓到了 但是有被成功的换掉一个武将一换一哦 一换一的情况下两边 目前在中路这边做一个武将单挑大赛哦 我们看到两边都把步兵给拉过来了 但是以步兵兵的质量来说呢 GNGSK这边是有优势的哦 所以我们看到在斬将的部分呢 是稍微稍微领先一点点 但是后续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他们要防止的是马屁股的背冲 不过这个马屁股背冲冲到墙壁上哦 被成功的反吃 那SK这边是不断的去追击掉 在冲屁股的兵团哦 那SK呢目前他们的打法呢 其实就跟应该说他们最佳的打法 就跟他们目前这个打法其实是一样的 就不管你要去哪一路 你们全部都要抱在一起哦 因为毕竟你们的枪实在是太少 很容易被绕背 那SK呢靠着爆点的方式呢 去成功的换掉对方 挤队的马兵跟武将哦 所以目前以冰笋来说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两边不会差到太多 因为第一波 SK这边有点伤哦 所以他们还是需要去做好一个组织 再去做进攻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式是有点落单的哦 稍微保一下队友互相走 那比较时间在6分半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SK呢目前是往左补去做集结哦 但因为兵团的关系哦 所以SK这边的转点速度 我们从上帝视角来看呢 是比较慢了一点哦 我们看到前团的铁肤兔刚接战的时候 后面跟的上的只有女武神跟一对瓦兰姐哦 但是这边被马兵给吃掉了 那后续的步兵呢 被夹在这个中路口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GNG这边呢 是直接黏到脸上来 然后马兵朝着中后方呢 准备去做一个绕背哦 目前呢SK这边战线是被做一个切割 我们可以看到切割在中路这边 两边呢是无法头尾相顾哦 然后正面的GNG呢 也把威尼斯给拉出来哦 也不让你往正面跑 基本上SK目前是处在一个被包夹的状态当中 那因为枪比较少的关系哦 所以说玉琳表情冲进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做反制哦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GNG在做一个大量的斬将哦 那后续SK这边 还有兵团可以拉出来吗 我们可以看到SK在右补的武将基本上都已经大惨了 那没有走路补血的关系 所以说他们要去支援到前线的作战 时间上来讲会多个 多拖个大概15秒左右 那目前SK是已经被 打出来了 在补鸡眼这边做架阵 GNG呢他们的 我觉得他们在 在 控制阵型的部分呢 其实有下一番功夫哦 虽然说刚才是一个大优势的情况下 其实也没有人追得太过深入哦 基本上还是一个 慢慢的不推铲死的方式去做进攻的 那我们看一下 GNG目前比较时间来到了4分40秒哦 防守方式已经压到了 右补这边哦 要把他当成进攻方来打吗 但是虽然说 刚才的质量优势 是SK这边稍稍略下风哦 不过 复活之后的兵团数量 还是得去注意一下哦 我们可以看到 GNG这边呢 继续的把防线往后拉 目前呢是大量的兵团集结在了 左补这个部分 那正面的话呢 是只剩下一对威尼斯哦 去做扛点 那这里呢大概就是威尼斯去接之后呢 正面的 这个玉林标枪起往前冲 然后可能两三对的官邻往后绕 去做一个绕背跟正面冲的一个打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 SK力因为步兵质量的关系哦 所以他们现在不能够打团 他们只能够打齐齐哦 基本上大多都是带上农民兵团了 那稍微踩了一脚之后 在中间这边 其实有有有点难接团哦 因为这个兵团数量基本上 B-10质量啦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破口可以去做攻击的 我们看到SK力在进来之后呢 往右补去打 不是右补 往右面去打哦 但是被GNG的玉林标枪起 直接一个被冲 哇这一波被冲 吃到了相当相当多的兵损哦 而且武将全部半残 那后续包过来的玉林标枪起 开始在收头了哦 比赛时间来到3分07秒 那...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SK力呢 已经有7位玩家 剩下最后一次死亡的机会哦 那这个... 比赛可能要结束了 我们看不到青海望了哦 很可惜哦 我觉得第一波... 第一波的那个... 楼梯... 下城墙的部分呢 稍稍有点... 太急了 应该是说如果... 今天他们配的冰呢 枪冰多一点的话 那个楼梯口 还可以这样打 但是因为配冰的关系 他们注定在城墙下呢 就会非常怕嘛 那你在刚... 呃... 刚下楼梯的这个时间节点来说 你这门没开的情况下 这门没有一起进 那老实说 对于马兵来说 波兰益啦 基本上就是像你在... 烤机车驾照一样哦 就是那条路呢 就是让你直直的骑进去 刚才波兰益的... 撞法也是一样哦 那你就全部都在那边 一坨在那边 那我就直接往那边撞进去 就好 结果其实他也不用所谓的绕啊 或去去闪你的枪柄之类的 所以会撞得很舒服哦 所以第一波的街团战当中呢 我觉得... 应该是... 嗯... 可能比较差在配冰的选项 那第二波呢 第二波我觉得... 基本上节奏是被GMG给... 带着走的哦 就好比说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他第一波呢 选择先上城墙 在城墙当中 去做第一波的反车 用原始器械 去... 嗯... 应该说他们把... 优势运用到极致啦 就我先用原始器械去消耗掉你第一轮的车 拖一下你第一轮的时间 那接下来呢 我把战线往后缩 让你来不及集结的情况下呢 嗯... 急着下来跟我打一波会战 我用... 正门口的三方包角方式呢 去帮你做一个... 呃... 阵型的切割 然后做一个前后的收割 那... 打完之后 我再往后退 退到中路这边 他们这个退的方式呢 对于他们的好处来讲就是 GNG这边可以确保说 他们每一次的会战 都是在队友准备好的情况下 去做接战的 那今天进攻方 假设他们在... 呃... 他们在... 第一个节点打嘛 前后一定会有落差 有些人带兵跑的比较慢 有些人跑的比较快 这边有一个断层喔 那往后退之后呢 会有一个复活点的时间差 今天如果说... SKD这边他们没有... 在复活点那边集结 然后一起推进来的话 他们的复活点的时间差呢 就会导致说 他们在中间这边接团的时候 会被GNG用一个多打扫的方式去打 比方说他10个去打你8个 那这些都是优势喔 那我们可以看到 GNG在中间这边接完团之后呢 他们继续的往后退 退到右补 逼你去抢... 逼你去拉一个... 补给阵线 呃... 去... 跑... 朝着最远的方式去跑 因为他知道说你的马兵可能比较少 你在... 进攻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他们靠着马兵的优势去做一个反场喔 所以... 我觉得这一场呢 GNG这个战术呢 其实是大家可以去做... 做... 参考的喔 他们打的跟我们... 平常在打的战术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平常呢 在打就会告诉大家说 欸你去死守右补 去死守左补 那个补给很重要 但是... GNG呢 把... 这个补给... 这个中路... 这个本阵... 当成是一个... 战斗场地的节点喔 那... 我刚刚提到的嘛 就是他这个节点呢 是为了确保说 他的阵型... 是比对方来得要好 他的人的数量... 他准备的状态是比对方来得要好的 用... 状态好的兵 用数量多的人... 去吃掉... 对方的兵损 那你自己的消耗才会比较少 因为战役他就是一个打兵损的游戏嘛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GNG在登周城这个打法呢 是一个... 比较... 特别一点的打法 我们会比较少看到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 从比赛当中去吸收到的姿势 OK 那... 我们恭喜GNG这边呢 成功的... 2-0 击败了SKZ喔 那今天的... 比赛... 转播... 也到... 这里... 明天呢... 一样会有... 明天... 礼拜二嘛... 明天没有... 那... 礼拜三会有啊... 那... 目前我都会把那个... 比赛的截入... 放在... YT上... YT上... 然后呢... 在8号我有做一个表单呢... 就是... 每天... 转播完之后... 我有更新的... 我就会丢上去... 所以你们如果说想要回顾... 想要去找一些... 其他队伍的比赛呢... 都可以在文章当中找到喔... OK... 那我这边就... 等到... 延迟结束... 我再把... 延迟关回来